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 就是同学们可能最感兴趣的 就是亚马逊和沃尔玛 这两个大公司的这个面试流程 和它具体考察哪些方面 是怎么考察的 OK那居略同学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大公司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吗 就是这一整个的时间线是什么样子 以及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这两个公司的话 我记得我都是找人内推的 内推之后就拿到了店面 店面的话我面了两轮 像Amazon的话 那肯定就逃不过behavior question 就是主要侧重它的 你的一些principle 就是这是其中一轮 另外一轮的话就是 一个小时的面试 就是也会cover的比较全 就从你的machine learning statistics 到写python coding都会涵盖 然后沃尔玛的话 基本上也是就是两轮店面 一轮就是 case study相关 然后有一些 SQL coding方面的东西 就是两轮店面之后 就是onset了 onset的话就是 因为我有一个是更偏 data scientist 一个更偏business analyst 偏business analyst的那一个的话 就是会问相关的 他们遇到的那些实际的case study的问题 包括靠SQL 靠behavior question 偏ds的那一个职位的话 那就会更侧重machine learning 包括python coding相关的技巧 然后onset的话 通常是至少四轮 多的话可能会达到五到六轮 就是这样back to back 强度还是挺大的 然后我这两个站线拉的比较长 因为就是我比较想去的大厂的话 就是我还是希望说通过 灭一些小公司 我也不知道小公司 就灭一些我拿了 也不太可能会去的公司的话 就通过那些公司 比如的一些你的面试经验 就是不管是过了的 还是失败的面试经验 其实都很很很宝贵 然后对于你想去的公司的话 就尽量往后排 这是基于说你的时间线 不是特别紧的话 但如果说你有毕业啊 或者OPD方面压力的话 那可能这方面不是特别flexible 我那时候对于我比较想去的大厂的话 我会尽量时间线拉的长一点 就是先通过去面试 我不想去的公司 凤也好 onsite也好 build的了经验之后 然后我再move on 到我大厂的下一轮 所以这两个公司 我都是差不多有面了一两个月之久 那小公司的话就一轮一轮就很快 OK了解 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 大概每一轮面试考察的重点是什么吗 那你觉得对于这两个大公司来说 他们对就是求职者的要求 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的地方吗 其实与其说其实这两个公司 还不如说是BA和DS 对于面试者有什么相同的或者不同点 我个人的情况的话 是因为我这两个公司 它一个是面BA 一个是面DS 所以区别点就很明显 就一个更偏重你的case study 分析问题和用SQL处理 问题的能力 包括说给你一个business的问题 你怎么通过数据分析 来跟你的business leader 分析这个问题 包括提出solution 而另外一个公司的话 还是各政策重于 就是你对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或者coding方面的technical的能力 是什么样子 OK那对于那个DS 那个岗位的面试的话 编程这方面的 考察的比重是多大呢 你觉得然后难度怎么样呢 我觉得 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点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medium吧 而且 现在我们的这些公司 对编程方面的考察的话 它其实不会很死板的考你一道 比如说来扣的或者离扣的上面的题 它会就是把这个题跟它自己实际面问到 实际碰到的一些business问题相结合 然后再去让你用某一个数据结构或者算法来解决那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就觉得考察的就比较灵活 而不是单纯的说考你一道算法题 这样子 OK好的 那除了比如说机器学习啊 然后算法 这些比较technical方面的内容的话 那个这两个大公司对于项目以及简历是怎么考察的 嗯 像amazon的话呢 肯定是通过它的leadership principle来考察你 就比如说它会问你 你在工作中遇到的conflict怎么解决 你做过的最困难的project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某一个project你有非常紧的deadline 你是怎么应付的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leadership principle的问题 你作为一个被面试者肯定就是要通过你过去的project啊 work experience中的实际的一些例子来去回答 嗯 所以说 嗯 那你就要通过你准备简历的时候通过四大原则嘛 situation task 嗯 A是 Action 嗯 T是 S-T-A-R-R 是resolution Result 就是通过这个 就通过stack来准备你面试中问到了跟project和behavior相关问题 嗯 然后 其实另外考察别 这个我觉得倒是不管是别还是DS都是相通的 嗯 你只要是深入挖掘你project 的一些嗯 内容然后好好准备通过stack好好准备把你这个简历里面的每一条经历都自己提前写好一段paragraph 嗯 嗯 然后自己准备自己平时嗯有时间的话把这个故事自己完整的给自己复述一遍跟老师摸个interview的时候然后跟老师也嗯讲一遍这个嗯project来龙去脉我觉得就可以很好的准备 嗯 然后同时的话呃因为我们是面data相关的港问一定要突出这个project它的technical点是在哪里嗯 就technical上有什么困难你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同时也要强调一下呃你的result是什么样子给公司带来了多少revenue提高或者成本一下这样方面的impact嗯 嗯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嗯ok好的